体验服务新版本内容汇总 一个视频带你全部了解 1.游戏中新增旅行车 会在海岛地图的马路上随机刷新 外观跟废车有点相似 这辆载具拥有一个超大的货备箱 可以存放800容量的物资 相当于一个八级包的容量 2.新增道具护甲维修箱 可以直接将头盔和护甲的血量直接回满 3.配件新增撞火枪托 装备了之后可以让半自动武器直接变成全自动 4.新增全新载具自行车 自行车会随意在各大防区内耍新 并且非常的方便可以折叠放入背包 最扭的是自行车没有耐久度 而且也不需要消耗燃油 5.新增摩托车细节优化 在正式服务中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骑摩托进行急转弯的时候 动作是非常僵硬的 而更新了之后可以看到 摩托车在急转弯的时候竟然可以实现压弯 动作非常的丝滑 6.即将上线新武器MK20射手步枪 可以搭配6个枪械配件 外观长得和Scar有点相似 7.海岛地图新增大量信息站 在地图上会有所显示 在物资站里面可以进行物资随机转换 并且还会刷新一些太空水果 8.游戏中上线新设置 攀爬独立模式 点击开启之后 就会将跳跃键和攀爬键进行分开 也就是说我们点击跳跃时 并不会触发攀爬 必须要点击独立的攀爬键才可以 9.新道具太空玫瑰 使用之后可以让自己和队友的能量值 直接回满 10.创意工坊新增超级对抗模式 在这个模式里面一共有8种质疑 分别是指挥官 火箭小子 次元即刻 占地医师 爆破上尉 闪电尖兵 炫彩技师 以及幻影猎手 以上就是体验服更新的全部内容 记得点赞保存收藏 来一下 进行 its by bwd6